6点28分欢迎回来中天晨报 带您看到的是台北捷运松山县 周六早上6点正式通车了 是台北捷运第三条东西向路线 总长8.5公里 松山县从西门站到松山站 共8个站 4个站是转城站运输量相当大 截至傍晚7点 搭乘人次已经达到了26.9万 只是人潮多也被捷运民发现 有些错误 像是中正纪念堂站写成了 中正纪念站 列车显示器一个写往新店 一个却是写往台定大楼 这些错误啊 北极表示将会立刻改正 只是松山县月台还发生了异常 因此延误两分钟 通车手遇插曲不断 车厢内玻璃上彩绘图案好吸睛 松山县通车第一天 许多捷运迷都来见证历史 只不过 上了列车车上的显示器 中正纪念堂站却少了个字 成了中正纪念站 另外还有这个 松山站月台上的显示器 跟列车显示器 一个往新店 一个却是往台店大楼 同个月台目的地却不同 甚至还有网友 po出乌龙显示器 发现松山的英文单字 第一个字母居然从S变成B 笑说台北的松山变成蹦山了 而且松山站傍晚六点多 月台门一长还延误两分钟 捷运迷终于等到松山县开通 只是才第一天 就抓了不少错误 可能是有点急得在通车前 要把它做好 所以有点出点小纰漏 实际来到松山站 像这样两个显示器都相同 才正确 这些错误容易改正 但是如果是站内迷路 可是大问题 松江南京站 首座测试跟导式月台并存 路线最复杂 尤其测试月台是轨道在中间 月台在两边 有点像搭火车 如果想往松山 却不小心走到往心殿方向的月台 得到最下沉 或走回上一层 才能绕到另外一边 走错的话就是要绕 像我现在错的话 你知道吗 是要绕过去的话 就是要再刷出去 走这个会有问题 如果说上来 应该要标识清楚 没有标识清楚 那个现在没有 上面太浮了 等下会看乱掉 尽管到处都是标识 还有一堆窗簧背心的转程达人 可以询问 还是有民众走错 问题还有 松山县通车后 淡水新电线正式分手 新电来的乘客到台北车站 得在中正纪念堂转站 很多人在这里 都不知道该怎么转车 不要到台北车站 那现在在这边换车 这很不方便 不知道要从这一站 才能换到台北车站 所以事前就是没有做好功课 松山县通车第一天 遇到周六又湿又冷 早上九点虽然才一万七千人次 不过到了晚上七点 就已经突破二十六点九万人次 看得出来乘客很期待 小错误 捷运公司要修正 只不过新的线路恐怕民众 还是要多花点时间来适应 这台北综合报道